河南省一个县,人口超60万,建县历史超2200年。 河南省古生中原,省惠郑州,简称谕,与河北省相对应,河南省因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,顾名河南。 河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,历史上先后有二十多个朝代,建都过千都河南,中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四个,即十三朝古都洛阳,八朝古都开封,七朝古都安阳,夏商古都郑州。 截至2018年底,河南省下辖是七个省辖市,集园一个省之管市,其中,就夹县来说,总人口超60万,距平顶山市区20公里。 夹县这一建制始于秦朝时期,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 一首先,夹县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,在地理位置上,夹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,距平顶山市区20公里。 夹县东街湘城县,西林祖州市,南伊卫东区街宝峰县,北林宇州市,地处东京113度,04113度,24分50秒,北。 尾33度48分,034度10分50秒。 就夹县的历史来说,春秋时,该地区名为嘉义,属楚国的疆域。 到了战国时期,魏绕韩三家分界,金河南省夹县一带成为韩国的疆域。 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嬴正建立秦朝。 在郡县之下,秦朝正式在该地区设立夹县,历属颖川郡。 由此,对于秦朝时期建县的夹县,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 在芬南省的各个县中,2200多年的建县,可谓非常悠久了。 二汉朝时期,该地区仍为夹县。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,位属吴三国鼎立。 新平顶山市夹县,一带成为曹内的疆域。 北威太和17年,公元493年,夹县改为龙山县,属顺阳郡。 公元581年,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后,将龙山县改为鲁南县。 开皇18年,公元598年,改为府城县,金河南省夹县一带处置。 公元605年,隋阳帝阳广认为皇帝三位时,将府城县改为夹城县。 唐朝建立后,夹城县先后分属汝州郡、曲州郡、湘城郡。 到了公元1304年,也即元朝时期,再次设立夹县,隋属于河南江北等处行省汝州。 三最后,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夹县隋属于河南城宣布正式私汝州直立州。 清朝取代明朝后,夹县隋属于河南省汝州直立州。 汝州直立州,古地名,位于金河南省中部。 清朝延袭明治。 州智汝,金河南省汝州市,1912年后,夹县先后属河山汝道、玉西道和洛岛。 1928年,夹县只属于河南省。 1986年2月,又将许昌地区的湘城县和夹县,洛阳地区的林卤县,化归平顶山市。 在此基础上,夹县隋属于河南省地基平顶山市。 即至2018年底,夹县东西长37.6公里,南北宽31.3公里,总面积737平方公里,总人口约为62万人。 由此,在河南省的各个县中,夹县的人口数量排名中等,而在面积上,夹县则是河南省一个面积较小的县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欢迎留下你的观点,让我们一起讨论。 文行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